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3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还是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还是讲河南水灾 那么军队开始接管,水灾并没有结束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去西藏的真正的目的 第三个就是我想讲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讲一下 美军正在进行的太平洋钢铁演习,他发出的新的信息 我们先讲这个 先讲水灾 那么 河南省一级管理厅 最新更新 河南水灾造成56人遇难 5人失踪 对不起 直接经济损失 139亿 全省133个县 1306个镇 乡镇 757万人受灾 然后目前这个京广路隧道仍然在清理 陆续发现尸体 目前情况是 郑州的水灾,郑州的洪水已经退去 那么目前正在恢复 供水供电 然后城市清理 寻找失踪人员 失踪人员现在 有一些地方 有一个 有一个网站已经列出130多人的失踪人员资料 现在到处都在找 现在在郑州 就是两类人在忙,一类人在忙什么呢?一类人在忙清理 另外一类人在忙什么?找清人 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 所有的关注的焦点都在 京广路隧道,那么里面的情况 救援人员已经开始从京广路隧道呢 排出这个死者的遗体 同时排出排水,然后清淤 清理这个汽车残骸 那么有一些汽车那就陆陆续续的拖走,现场有大批的这个 警察,警察把守,严禁其他人靠近 那么基本上目前京广路隧道的排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排水完了以后就应该是清淤,这个时候军队已经全部 军队已经接管了现场 然后地方人员全部撤离 军队接管现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控制信息,为什么 因为做这件事情 做清淤 做现场的清理,军队一点都没有优势 军队唯一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容易控制现场 不让别人进去,然后 军队和外界的联系也比较少 所以现场的信息不像这个地方在清,地方在清理可能会有很多的视频照片 流出流出来 那么现在就是为了控制信息,没有别的 中共做这件事情非常的熟练 救援的时候军队你看不到 那么现在控制现场军队来了 其实这个在河南就有 就有很多驻军 但是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没有出现 那现在 河南的洪水并没有全部退却 目前 河南的洪水集中在 新乡、贺壁等为何流域,那么7月17号到22号 新乡其实离郑州很近,新乡出现了大面积的暴雨灾情 造成了新乡共产主义渠 渠河战 渭河 极限战 水渭超紧接线,其中七座中型水库溢流 什么叫溢流?溢流就是水渭 就是水渭超过这个水坝的渭,就是往外溢 渭河市海河流域 叫張衛河水系的南枝衛河,這是一條蠻大的河 那麼劉金、焦座、新鄉、鶴壁、安陽、浦陽全長394公里 那麼在河南境內是287公里 這個共產主義渠是當初為了引黃灌溉,就從黃河引水來灌溉 1958年修的,1958年是河南 河北山東三個省一起修,叫共產主義渠協作開發 那麼新鄉這個河河鎮 河河鎮和這個衛河,就是共產主義渠在河河鎮和衛河 相交,那麼河長有103公里 衛河的上段分為共產主義渠 河河鎮兩段兩條 那麼兩條河 匯集在一起 那麼上段這個共產主義渠是用來洩洪的 那麼衛河是用來排水 排這個 這個平原、新鄉這地方的沥水 不是用來洩洪的 那麼這兩條河水位都非常的高 那麼對於新鄉來說 這兩條河是最重要的河 那麼新鄉的應急局說,目前衛河的流量非常大 新鄉受災比較嚴重的是沿岸,就是衛河沿岸的這幾個區 一個叫牧野區,一個叫鳳泉區 一個叫衛徽市 徽縣市 都是縣級市 二十三號的上午 二十三號的上午 這個衛河在牧野區已經有 去絕口 現在在賭 那麼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水位和那個河堤已經基本上平了 當水位和河堤一平的時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隨時會出現絕口 就是水壩最怕絕口 一絕口就會摧毀 那麼估計應該要洩洪 估計為何要洩洪 現在就是牧野區有來自山東河北過來的這個救援力量 講一個地方 講這個牧野區 牧野區這個財新網的記者去到了現場 牧野區王村鎮 西馬坊村 有一個村民告訴這個財新網的記者 他說他們村子裡最淺的地方 也有1.5米深的水位 他附近在村里 整個村子都在等待救援 現在已經 聯繫中斷 在農村出現的問題是什麼? 農村的救援最大的問題就是聯繫中斷 因為 水一來 這個塔一倒 這個 這個叫什麼?這個 手機的信號塔一倒 然後就和外界失去聯繫,所以他現在就是 中斷聯繫,聯繫中斷 電話打不進去 沒有網 然後沒有電 當地的情況就是這樣,所以 我說 我們看到的水災,如果發生在城市 大家看得很清楚 救援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的,因為 人口密集,然後建築物比較 比較穩固 所以救援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在農村 地廣 地非常的大 然後呢交通又不方便,因為有水災,你開車不行 光開車不行 開車你還有船,你才能進得去,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我說 水災最嚴重的後果發生在農村,道理就在這裡 那麼所以 整個村子,他說他們整個村子 都在等待救援 大核報7月23號報導 河南省水利廳 防汛抗旱指揮部7月22號 緊急啟用了 廣潤坡 崔家橋 梁巷坡 貢渠溪和 長紅渠 五個旭紅區 旭紅 旭紅區 那麼開始轉移當地的這個村民 那麼當地的救援人員說,那麼 厚道鄉村的情況非常的嚴重,水非常的深 已經超過三米 那麼現在,現場呢是軍隊在救援 不允許 民間救援進入 那麼民間救援的這些人說,這個民員 救援力量多多欲善 那麼特別是那些有經驗的救援隊 比這個部隊那些完全沒有經驗的小夥子 非常 差別非常的大 而且後勤保障也有問題 所以他們為什麼把人趕出來 河南的水災影響非常的大,為什麼?河南是一個農業大省 那麼它的第一產業 佔全國的7%左右 小麥佔全國小麥產量的四分之一 生豬純蘭佔全國的9%左右 那麼 另外 今年上半年 河南下糧產量達到700 760億斤下糧 佔全國總產量的26% 那麼其中小麥總產量 756億斤,佔全國小麥總產量的28% 基本上河南就是只產小麥 如果河南現在發大水 那有兩個影響 第一個影響,影響糧食價格 一定會影響糧食價格 因為特別是 因為你可以看這種情形之下,糧食價格一定會受影響 那麼現在比較 沒那麼大影響的反而是生豬 因為現在豬肉價格跌得很厲害 那麼河南水災,那麼對豬肉價格有一定的穩定的作用 那是我現在,我今天在網上 看到一篇文章 是什麼文章呢 搜狐,搜狐有個欄目叫極奏 極奏是全部是原創 我就不清楚這個極奏是什麼背景 我就直接在這裡鳴謝一下 就是 他有一篇文章叫 鄭州京廣路隧道幸存者 題目是這個 鄭州京廣路隧道幸存者 蹲車頂抓住雨刮氣,五分鐘隧道灌滿水 我在這念一下給大家聽一下 距離隧道南出口2030米的地方 車堵住了 吳強的黑色奧迪A8停在左側車道 等待著 只要開出這個閘口 右轉 進入隆海路 行駛不到四公里的距離,他就能順利到家 這輛奧迪A8跟了吳強三年多 他在鄭州一家做工程安裝的公司 他在鄭州有一家 做工程安裝的公司 京廣路是縱貫 鄭州南北的交通大動脈 上面有高架橋,下面有南北雙向的隧道 其中京廣北路隧道全長1.8公里 距離鄭州火車站西廣場只有300米 是最多人通勤旅行的必經之地 河南周口人江勇來鄭州辦事,這天下午他開著黑色的哈佛SUV 和吳強一樣也駛入了這條隧道 這篇文章講的就是講的就是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在隧道裡 遇到的狀況 那麼鄭州市 氣象台發布了四輪 紅色 暴雨預警 但外面鋪天蓋地的大雨並沒有影響這個格 與市隔絕的地下通道 江勇在路邊沒有看到任何封路 或者進行的交通標誌 車輛如常駛入,他和愛惜這輛車 買了快五年 已經把它當作家庭成員,稱呼他為小二 此時大概是下午三四點鐘 路面潮濕 車輛行駛平穩 吳強和江勇一路向南,分別堵在隧道不同的 不同路段的出閘口 有人說前面路段積水較深,車不過去,車過不去 窗外是持續的大雨 江勇給妻子打電話,從妻子口中得知 這次暴雨不同尋常 車堵了將近一個小時 也沒有人見人來疏散 雨越下越大 地面的積水 沿著龍海路倒流回,倒流回隧道南出口的方向 並迅速積累上升 渾濁的積水逐漸沒到 車子的底盤 水流衝擊車輛 江勇拉著手刹,心裡有點害怕 覺得手刹已經有點不管用了,一直用腳踩的刹車 幾個有經驗的司機開始組織大家,把車道 在車道上擠一擠,讓後面的車往前靠 盡量遠離地勢低的地方,因為水已經上來了 距離南出口上坡的幾十米處 吳強的小車被雨水 衝得被迫掉頭,他們試圖控制車輛 開了沒多遠,車就熄火了 車裡的三個男人慌了 開始輪番 給110和119打電話 手機信號微弱 有接通 直到後來脫險 吳強才知道 他生活在 生活了20多年的這座城市 因為暴雨正在面臨著 生死考驗 斷水斷電,人們困在地鐵公司 街道交通被阻斷 他毫無準備 這個時候已經是下午5點鐘左右 地面 水流開始發出花花的聲音 江勇已經駛過了隆海高架 到了另一段京廣北路隧道,車被堵住了,他察覺不對勁 跟副駕駛 跟副駕駛上面的同伴說我下去看看 到底什麼情況,一下車 水已經沒到了江勇的膝蓋 他往隧道出口方向瞟了一眼 後面的那個車已經飄起來了 他當機做出決定,汽車逃生 水流十分急促 江勇說他大概150斤重 卻被水流沖得站不住 他和同伴手挽著手相互搀扶著 往街道中間的這個綠花袋轉移 接下來的事情幾乎 在一瞬間發生 江勇走到綠花袋大概用了兩三分鐘時間 車子被衝跑了 江勇說 我有種衝動想把他救回來 但看看周圍還是放棄了 水流的聲音一直是花花的 然後瞬間沒有聲音 很安靜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 水滿 滿在哪裡,隧道水滿 趕緊撤 江勇後來回憶 只記得他自己扯著嗓子喊 拼命喊前面的人趕緊往前走 很快 5分鐘 隧道就被灌滿 江勇最後看了一眼隧道已經是汪洋一片 金光北路隧道幾個紅色大字 被淹了一小半 他看到一個男人剛從車裡逃出來 拼命地往隧道外游 江勇獲救的時候,渾濁的水流正在衝擊著無強的小 小車 水位上漲得很快,車不受控地飄了起來 沿著隧道的方向 退回了200米 隧道裡的燈面陷入一片漆黑 隧道外是鋪天蓋地的暴雨 天地一片迷蒙 焦的人眼前什麼都看不清 信號時段時序,向外求助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吳強的記憶裡 此時隧道裡的水已經 漲到了1米67的高度 封閉的車廂已經開始滲水 那一刻吳強心裡冒出一個恐怖的念頭 死亡就在跟前 他腦子裡一片空白 唯一盤旋的想法是 我孩子那麼小,才六歲,還沒上一年級,他怎麼辦 一定要堅持 車裡的三個男人互相鼓勵 只能 只能留一個算一個,他們決定自救 打開唯一通往外界的天窗,會游泳的弟弟 記住,這是北方的城市 會游泳的弟弟首先爬到車頂,試圖先游出去 倒灌的逆流 又急又多,拍的人無法前進 他被水堵住了 只能先游到一側,緊緊的扒住東邊 橋架的一根電纜線 吳強原本也 準備游出去 但是這樣 但是這樣50多歲不會游泳的司機就成為那個落單的人 他執意要和司機一起 他們一起工作7年 你先走 司機催促他,你一個人在這咋弄 我陪你 吳強不肯 最後兩個人一起爬到車頂 10分鐘 倒灌進隧道的水已經迅速漲到了人脖子的高度 前後的麵包車和小轎車沉下去了 始終不見人出來 爬到車頂的吳強眼前除了兩三輛 飄在水面上的車 逐漸被水流帶著,從南往北飄,其他都看不見 司機蹲在車頂,他也蹲在引擎蓋上,抓住 擋風玻璃上的雨刮器 奧地A8像一座小小的孤島 在混濁的水中,一會兒飄到東,一會兒飄到西,搖搖欲墜 水在往上漲,車在滲水往下沉 離開車頂就是死路一條 他們只有一個機會 等待車飄到靠近橋架的時候 迅速抓住橋架的一側 沿著橋架爬出去 或者等待救援 吳強正在迎接最後的決戰 他抽掉腰間的皮帶,準備脫掉累贅的褲子,萬一掉到水裡 游起來方便 還沒來得及脫褲子,這兩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男人就抓住了寶貴的機會 攀到東側的橋架 等他們巴穩 腳下的奧迪A8似乎完成了歷史使命 載著遺留的材料 沉入水底 已經顧不上損失什麼了,當時就想著 活著吧 巨大的消耗讓三個人精疲力盡 吳強拿著手機繼續報警 弟弟拼命喊救命 望上去高架的周圍,圍著一些打雨傘穿雨衣的陌生人 隔著巨大的雨幕看不清楚他們的神情 只有手機對著三個孤零零的身影在拍視頻 報警電話終於接通了,吳強描述了一下大概的位置,趕緊救命,我們有三條人命 一個對話來回的時間,水壓迫到吳強的脖子處 他喘不過氣來 等待救援人員明顯已經來不及了 雖然離隧道口只有五米遠 他一點體力都沒有 四肢失去知覺,全靠本能扒住喬家 這個當過兵,從江蘇來鄭州打拼20多年的中年男人,精疲力盡迎來了一天中最絕望的 時刻 弟弟先游上去 游上平台 然後伸手拉不會游泳的司機 吳強在下面拖著他翻上去 手機不幸掉到水裡 再靠近岸上的兩個人趴在地面,把吳強硬拉上去 隧道裡已經看不見其他的人,不到三分鐘 三個驚呼未遞的人眼睜睜看著整個隧道 被雨水完全淹沒 事後財新財新網報導 負責救援的工作人員介紹 京廣北路隧道內積水最深處 達13米左右 我大概是最後一個逃離的 吳強看著被吞沒的隧道口 慶幸撿回一條命 城市的積水逐漸退去 吳強渾身痛 弟弟喝了髒水,上吐下泄,在醫院輸液 只有司機隔了兩天回到隧道 查看了一下 隧道裡的水大概還有五六米深 救援隊正在忙碌著 黑色 奧迪A8依舊不見蹤影 江勇找到了他的小二,他頭朝下掛在隧道南出口 已經全毀了 到處是泥漬和濕漉漉的水痕 他鑽進車裡取回 駕駛證 等物品 看著小二有點傷感 江勇開始憂心接下來的生活 而一位母親正在尋找當天騎著的電動車 在隧道中失蹤的兩個南海 市民在庸在隧道的兩邊 有路過的人 聽到了哭聲 這就是 這篇文章描述兩個男人 當天 在隧道裡面逃生的經歷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大概這個水上來的時間是非常的快 大概也就是 不會超過10分鐘的時間 也就是說 決然,毅然決然的 逃命的 人 才能逃出來 而且 能逃出來的全部都是靠近隧道口的人 裡面的人就不用想,因為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裡面的情況 我們看到 裡面 隧道裡面大概有多少車輛 應該是過千輛車輛 這是沒有疑問啊 那麼1000多少輛不知道 現在不清楚 最清楚的是誰 最清楚的是公安 因為他們的監控系統應該是知道有多少輛車輛在裡頭 那麼 也就是說 如果能跑 我們有網友給我留言,說這個他也是,他有個朋友是從裡面跑出來 他的描述是什麼 他的描述是 跑出來的人 不到四分之一 這個是合理的 那麼也就是說裡面 應該還有 上千人 這個沒有意外 就是隧道裡面還有上千人 這是我一直在講 這個 京廣路隧道 肯定是 肯定是鄭州 最悄慘的現場 最悄慘的現場 好,那我們今天關於水災我們講這麼多,現在講講這個習近平去西藏的真正目的,昨天講了 習近平去了西藏 21號 他是先是坐飛機,飛到林芝,林芝機場先剛剛修好 所以習近平就先飛,飛到林芝 飛到林芝呢,然後21號飛到林芝 22號做新開通的 叫金川鐵路 從林芝到哪 到這個拉薩 他應該是一個這樣的行程 那麼習近平的行程目的到底是什麼 官方行動當然是慶祝這個西藏和平解放70週年 那麼這個動靜會大一點 符合中共的政治倫理 當然習近平也可以不去 為什麼,因為這種級別的活動呢 派一個國家副主席,比如說王岐山 派王岐山去也行 或者派其他,比如說像副總理 副總理或者總理 李克強去都行 都可以 都符合規矩 我估計他誰都不想讓人去 他想自己去,為什麼 這就跟他第2個目的有關係 第2個目的是什麼 第2個目的是秀健康 習近平是53年 53年奔70了 奔70了 這個年紀去西藏 西藏是個高原 而且不是一般的高原,是世界污脊 那麼沒有過硬的身體肯定是不行 而且尤其是什麼 去西藏最大的 最大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你身材高大的人 這個高原反應越高大,高原反應越強烈 那麼特別是習近平,習近平身材高大 而且 胖 這種體型是最容易 得這個高原反應 那他敢去 或者是 這個叫什麼,這個他的醫生讓他去 肯定有 肯定有一定的自信心吧 我覺得是這樣 是不是不夠力啊 那麼為什麼要秀健康,秀健康當然跟什麼有關,跟明年的這個20大有關係 還是 所以你可以看 習近平現在的大部分的動作都跟什麼有關係 都跟他的連任有關係 這是一個秀健康 秀健康和他的自己的 政治前途有關係 我覺得 大體上 是這兩個目的 然後 官方的報導全部出來了 21號 到了林芝,到了林芝呢就去了尼陽河大橋 尼陽河大橋在雅魯漳步江 然後尼陽河河流域的生態保護 然後去這個林芝城市規劃館 然後去一個農村 去一個 叫這個 叫嘎拉村 嘎拉村 然後去公布公園 林芝有個特點 林芝距離這個 距離這個藏南 中印實際控制線不到100公里 那麼他跑到這裡去當然是顯示 顯示這個 顯示他對這個西藏地區的這種 這種態度 那麼藏南實際上現在是印度實際控制 然後就是22號上午 習近平坐 坐火車 就到拉薩 去拉薩 22號下午 在拉薩 拉薩就視察 布達拉宮 主要的目的是去布達拉宮 以我觀察 這個通常 通常這個迷信中醫呢對這個藏傳佛教也會有一點興趣 我覺得是這樣 他應該在拉薩主要的目的還是去布達拉宮 然後陪的有誰呢陪的是丁薛霞 劉鶴 楊小杜 張又俠陳希和立峰 這個 這幾個都是他的心腹 特別是劉鶴,劉鶴你看那頭髮 都掉了沒幾根 然後他在西藏談了什麼呢 談了宗教 宗教問題 談了這個備戰的問題 他視察軍隊 視察這個西藏的駐軍 大家知道中印衝突,中印衝突核心的問題還是在朗洞地區 今年應該是 去年 去年中國對西藏軍區的裝備升級 那麼準備了什麼150坦克直20直升機 都出現在西藏軍區 那麼要提高對印度的裝備優勢 大概是這樣 習近平這個呢我今天還看得很有趣的,網友給我提供一個消息 說這個全國農村廁所革命現場會 23號在湖南衡陽召開 這個副總理胡春華出席會議 胡春華管農業 所以呢就出席,要認真貫徹習總書記的指示精神 把農村廁所革命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工作抓好 廁所革命是習近平提出來的 習近平又做指示,說這個 農村廁所革命深入 深入推廣,廁所 衛生廁所不斷的推廣普及 農村人居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要扎扎實實向前推進 習近平推動過很多政策 廁所革命是其中一個 但是如果你了解政策的人就知道 其實 廁所革命是個非常典型的 就是叫什麼?領導項目 為什麼 我們講一個政策 一個政策通常有 三個組成部分 第一,你有政策目標 政策目標是拿來幹什麼?是解決現實問題 政策目標一定是解決現實當中 存在的問題 第二個 政策措施,你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第三個 成本 就是說 你政策措施,所有的政策措施都一定會有成本,因為你政府推動一個政策,一定會付出成本 成本 誰來支付這個成本 一定是這樣,一定有這三個構成 所有的政策都是這樣 我主要研究政策 我不大研究人事,我也沒有時間 我主要的任務是 我在做 財經新聞,政治新聞 我都是從政策入手 那你一看,習近平推出這種廁所革命 這個廁所革命一看就知道 這是個完全沒有價值的政策,為什麼 無論是從 無論是從 這個政策目標來說 中國的農村 核心的問題,當然不是廁所問題 中國的農村有很多問題 而且很多火上房的問題,你比如說 留守 留守兒童問題 你比如說留守老人問題 老人的養老問題 你比如說農村的土地問題 很多 比如說農業的問題 等等 比如說農業科技問題 隨手我可以講出10個火上房的問題來 但是你不管,那些問題全部都不管,你搞個廁所革命說明什麼 說明這個非常爛的政策 還有一個 我們講最後 這個代價誰來付 這個政策是沒有代價 沒有 沒有政策配套的問題 所以這個反映了什麼 還是那句話 這個習近平 這個辦正事,千瘡百孔 辦壞事 滴水不漏 我們今天已經來不及講那個美軍太平洋鋼鐵演習 我簡單的說一下 美國美軍印太司令部發布的消息,那麼美國空軍 太平洋鋼鐵 2021演習正在 正在舉行 這個演習的橫跨從 從這個夏威夷到關島 到天寧島 進行演習 他聚集了美軍歷來 最多的 F-22隱形戰機 還有龐大的F-15E 和B-52H 傳統轟炸機 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無人機 美軍現在的無人機 他這個演習目的是什麼?演習目的是驗證 美軍最新的叫敏捷部署的戰術 這個戰術意味著什麼 一旦發生戰事 美軍 美軍戰機部隊 避開,如何避開 解放軍的第1機 然後迅速部署到第2線第3線機場 通過 緊急 整補之後 迅速出擊 這是一個這樣的戰術,就是要 快速的部署,其實講的就是快速部署 這裡面有個特點 第1個就是這個死神無人機 美軍現在的死神無人機已經不需要人 人工引導 他就可以自動 起降 大家知道無人機在空中是不需要 不需要引導,他可以自動的找目標什麼的 但是起降是需要人工引導,他現在已經可以做到 無人引導 就不需要人工引導,他就能夠起降 他已經實現了 人工智能化 也就是說 美軍現在已經可以把 人工智能 運用到武器裝備上去 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敏捷部署,敏捷部署它是一個新的戰術 新的戰術意味著什麼 背後的戰略的改變 我其實想講這個,不過沒有時間我們就不講太多了 大體上就這樣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到這裡,我們下面進入互動 進入互動之前溫馨提示 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那麼進入互動之後呢,請大家不要聊天,四個 情況問題觀點情緒好嗎 鳴謝 正能量謝謝,馬里亞娜謝謝,彭為光謝謝 替網友葉先生支持王老師謝謝 情況 今天試著和鄭州的朋友聊一下 地鐵不停運的事情,結果他一句話就懟回來 我們不責怪政府 他們盡力了,天災誰都不想 真可悲 情況 這個 安徽北方幾個地市的官員基本上去巡查 河流堤壩 辦事找不到負責任 OK 情緒,下午看到那 那兩個失 失蹤的小男孩 那麼的陽光天真,可是他們大概率再也不能醒來 瞬間淚目 上一次在辦公室情緒崩潰還在08年 每一年都有城市因為水淹而受災 可是一次又一次 無法問責,甚至連真實的情況都無法得知 每念及此 有絕望和憤怒 有怨恨和不甘,什麼叫災難 不是百年一遇 而是一遇百年 說得非常好 情緒 鄭州京廣隧道和5號地鐵遇難的人,都是中共統治下的犧牲品 強國人民絕望到發不出聲音,現在我看到新聞 看牆外的起碼客觀真實自由,太厭惡中共的一切 充滿罪惡和邪惡 希望中國能夠載出孫中山這樣的人士,早日推倒中共這堵牆 人民能獲得自由過上 民主幸福的生活,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 對中共已經沒有任何責任 信任和好感 情緒,昨天在YouTube上 河南受災的視頻,所有的畫面都是老百姓在自救 在互相幫助 沒有見到一個解放軍或武警的救援鏡頭 看得眼淚都出來了 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真的是世界上 最能忍耐 最溫和,最逆來順受的人了 基本上是這樣 觀點 不公佈死難者名單不僅僅是為了弱化影響 最重要的是為了掩蓋真相 一旦公佈名單 當新聞 當有新聞聽眾的熟人死了,他就會質疑這個新聞 這種質疑的聲音對謊言打擊是致命的 公佈一個超過任何個體 都可能直接 直接認知範疇的數字 就不可能有人去驗證真偽 是這樣 你想一下 你公佈總共10個人遇難 名字往上一放 那個人說我這邊有一個,那邊說我這裡有一個,沒在上面 這個名單就是什麼 這個名單就是謊言 所以公佈名單是最容易被戳穿的謊言 所以他不公佈名單只講數字 數字很難證違 但是名單是可以證違 觀點,救援看不到軍隊 老百姓尋個親人遺體 這群孫子全部出動阻攔 最高層那個天天旅遊 哪管洪水滔天 還要天天歌頌他們,這樣無恥的政府和部隊史無前例 如果還有人支持這個政黨 如果發生在我身邊,我會選擇拉黑 即便是最好的朋友 觀點 獨裁國家的任性 從習去西藏就依賴無遺 河南人民泡在水裡,這麼大的水 有點常識都清楚災害有多大 那個親自指揮,親自執行的人卻去了另外一邊 如果大家手裡有選票,這種人辦票都得不到 情緒,今天是723 溫州動車事件10周年 回看官府和媒體的反應,真是恍如隔世 滄海商田 不知道下個10年這個國家是不是會更加糟糕 當時溫州這個 溫州動車事件 還會開記者會 記者會的發言人還會什麼呢 還會自己自我解嘲,你不信,你不信,我是信 他會說這樣的話 現在有沒有記者會,當然沒有記者會 所以中國這個倒退10年 這個中國現在的10年,溫州動車事件 其實性質是一樣 溫州動車事件最後這個動車幹什麼,最後被埋起來 就是 中共把真相埋起來 那麼埋起來 埋起來這件事情其實是 非常令人震撼 就是你從這件事情 可以非常深刻的 理解 中共的這種,這個政黨的屬性 觀點一邊是民不聊生的災後現場 一邊是獨裁者為了自己的權力作秀表演 毫無人性可言,那些在水災中逝去的人 在一尊的眼中只不過是可以忽略的數字而已 但是人命沒有貴賤之分,都是平等和有價值的 我們能做到的就是不斷的呼喊 和報導真相 相信最後的審判終會到來 說得非常的好 人的生命沒有貴賤之分 都是平等 觀點 看到一個視頻是地鐵上 被困的民眾很安靜的等待救援 看了覺得很可怕 是怎樣的心理可以不去自救 就安靜的等待政府的救援 是怎樣的教育才會這樣,每個人都是這樣子的心理嗎 我當時我覺得很 震驚 而且當時有人準備砸 砸這個窗戶,有人還制止他 然後這個推特上,我印象中推特上的人 有人說 說外面的水位更高,裡面的水位低,所以砸窗戶會水流進來 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 你想一下 水在不斷的往上漲 砸窗戶呢 你能夠出去 如果你 如果 在水漲到那個天花板之前 沒有人來救援你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一定會死 砸窗戶呢 你有可能出去 除非整個隧道是滿的 隧道到了頂 那至少你可以看到 任何一個隧道,車的頂肯定不會比隧道的頂高 所以呢 打開窗戶 水可能會進來 但是至少你還有一線之際 一線 一線生機 如果你就這麼等著 不來救援,你就是死路一條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就這麼安靜的等著 這個心態 求生欲不是很強啊 情緒看到鄭州京廣隧道的情況不禁想到自己 2014年在上海外灘經歷的那次踩踏 帶著太太孩子在人群中不斷的被擠壓 預感災難即將到來,要絕望的時候發現 路邊有 有矮圍欄的綠花袋拼命的移過去 停在 矮 南邊的自行車 使勁的爬了上去 用這輩子幾乎最大的力量把太太和孩子 一個個拉上來 聽到人群的呼喊的絕望 那種痛苦和恐懼不斷 而隧道裡的人一定更絕望 因為沒有綠花袋 只有洪水快速滿起的幾公里長的 已經堵車的隧道 情況,鄭州很多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救助別人 在災難面前顯示出 人性善良讓人感動,但是今天卻看到微博上五毛說 這是CCP叫化的好,不是中國人本身善良 香港台灣或者國外沒有CCP叫化的人就很 惡毒 沒有中國人高貴 我簡直難以理解這群五毛能舔到這個地步 但是這種言論可以隨便發出,稍微對當局有一點質疑 就會被封號 最後還說 這是人民自己選擇的CCP 這個 當然 五毛說這種話 你不會意外,我也不意外 也不必去跟他計較 情緒 交通指揮監控 地鐵調度中心 智慧城市沙盤 天網監控中心 這是新時代 視頻監控之下 有全程視頻監控的現代人間悲劇 是想坐在監控中心的人 內心得有多麼邪惡,眼睜睜的看著這一切的發生 非常對 提問 現在一有這種 災難的事情或者 什麼糟糕的事情,當我們提到這些 悲慘的情況 旁邊的人 卻反擊說要正能量 還說那些死者的視頻不尊重死者 我近一時夢圈不知道如何反駁 請問王老師,有簡單的邏輯能反駁這種觀念嗎 我昨天看到有人在推特上說 說這個 太慘的事情就不要發到網上來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大概是要尊重死者這回事 我覺得是這樣 在這個時候 什麼東西最寶貴 對所有的人 對鄭州的市民 對外界的人民 對所有的 全世界的人來說,什麼東西最寶貴 真相最寶貴 沒有真相 無論是實則 還是 受災的災民 對他們 都是侮辱 都是傷害 真相比什麼都 寶貴 說那番話的人當然是別有用心 這就是維穩 就是海外維穩力量 那麼我不會教你去怎麼樣去反駁他 你要知道 在這個時候 最最重要的就是真相 你可以看,你可以看很多這個我們講的這個 像普利策 普利策新聞講 攝影的新聞講你去看一下 大部分的照片 都是血淋淋的現場 都是血淋淋的現場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最著名的一張照片就是一個 一個小孩 和旁邊的一個突舊 那張照片 絕對是血淋淋 所以不要用這種鬼話 來掩蓋 掩蓋真相 真相 是最珍貴的 告訴真相 是對實者 最大的尊重 沒有比這更大的尊重,掩蓋真相才是侮辱這些實者 觀點,求生欲不強,危機意識不高,從上海郊州路大火之後 我連消防隊都不信 每個房間 在打不打開門的前提下 都可以使用 都有可以使用水機 電火器 每個房間都自供電的煙霧報警器 臥室裡有防毒面罩和防火毯 OK 情緒,對比23年前老江還能站在 荊州大堤上喊堅持堅持再堅持 可以斷定習 雕大犬就是共產紅潮 末世一地 提問王老師 之前江朱胡溫時代每逢大災大難都有領導 領導人第一時間到災區 為什麼這一屆領導人什麼都不去,是因為數字極權工具強大 倒不需要在百姓面前表演了嗎 還是心態的問題吧 我認為還是心態的問題 江澤民也好,這個胡溫也好 他們還是管家心態 他們是管家 習呢,習是這個皇上心態 我是皇上 他們不是,他們是幫我們 紅色江山管家的 我們才是自己的 自己的 所以無所謂 所以習就不去 習每次都不去 習每次不去就是皇帝心態 皇帝心態 所以不是表不表演的問題,他根本不覺得需要表演 情況談到廁所革命,剛好我 我家,我農村老家的村委會 在未經我老爸的同意,趁他不在家把我家廁所給拆了 給的理由是現在農村不允許在住宅外有獨立的廁所 把我老爸氣的 觀點,尊重死者最好的方式就讓下一次災難不再發生 沒有真相就不會有檢討,只有檢討出所有的缺失才能保證下一次 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中共連 錯誤都不承認 怎麼會檢討呢 他不檢討 偉光正 永遠正確 情緒,最忠義王老師PCCP這句話 辦正事千瘡百孔,幹壞事滴水不漏 情況,實演室燃氣爆炸事故 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傷 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追責,包括11名 省管幹部在內的34名 公職人員受到撤職免職的處理 嚴肅追責,一個判判刑的都沒有,連公訴都沒有 就是這樣 還是那句話 中共從一開始就沒有覺得這個法律對他有約束 他的腦子和思維裡面根本 不覺得需要按照法律辦事 觀點,每年紐約911事件的紀念日都會去 念出2977名 逝者的名字 總能讓我肅然起敬 非常感慨和感動 而在中國人 在中國人命只是一串 可以編輯的數字而已 這就是區別 什麼區別 國家性質的區別 就是 當有遇難者 把這遇難者的名字講出來,告訴大家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人遇難 和 告訴大家我們有多少人死了 不講一個名字 不講一個任何一個名字 他反映了什麼 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性質 為什麼 就是國家的目的 國家的目標是什麼 對於那群數字來說 他只是損失 對於名字來說 他損失的是什麼,他不是損失 他是受到的傷害 為什麼 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目標是什麼 這個國家的目標決定了他對人的態度 一個國家本來他應該是 實現每一個國民的夢想 或者是幫助每一個國民 實現他的願景 這就是一個正常國家應該有的目標 但是中國的目標是什麼 中國的目標是實現 最上面的那個領導人 他的願景,而不是每個人的願景 所以為什麼 每次出現事故,死的人都是數字呢 因為對他來說 這就是數字 這就是數字 這是不一樣的 情況,2019年前中國出口的豬肉 佔全球豬肉市場的一半 如今僅佔15%,因為2019年年底非洲豬蚊 在中國肆虐 2020年中國從歐洲進口大量豬肉,主要是從西班牙和法國 甚至從法國的布列塔尼 空運到中國 國內生產供豬,用於新的養殖技術 中國官方表態 意圖把豬養殖工業變得更規範更綠色 但法國專業部門表示懷疑 中國是否 能真正的把進口技術合規實施 OK 情況,今天新東方跌了60%,中國營商環境真的很難 內外打擊 我覺得所有的教培行業,整個的教培行業 應該 應該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重創 為什麼 你看一下 教育部成立一個新的部門,這個部門是新的一個私 這個私是專門打擊這個教培行業的 成立一個專門的私 來對付這個教培行業 你想想這個教培行業會活到哪去 活不到哪裡去 所以新東方 跌60% 是一個合理的反應 但是我覺得晚了 他們的反應有點慢 其實早上個月就應該 就應該大跌了 提問中概股教育股今天閃崩,好未來和新東方下跌50%,連帶中概股一起崩 王老師能解讀嗎 我覺得他們反應的有點遲吧 這件事情應該 上個月就應該發生 上個月已經發生 但是不夠 反應的不夠 現在的反應才反應過來 我們叫反射壺有點長 中概股也好 教培行業也好 我不看好 如果誰握著這股票 就算是崩也得讓 我不構成投資建議 但是我認為我不看好這兩個行業 一個是中概股,一個是教培行業 觀點,以前朝內出了事,我都習慣去谷歌 推特 找真相,然後點滴匯總 我發現所有的天災也好,人禍也好 後面或多或少隱藏著制度缺陷 及上層人士的手腳 現在看王先生的節目,最省心的是王先生作為專業的新聞人士 所收集到的信息 比我這豔餘收集的要全面的多 我建議你還是保持那個習慣 你可以看我的節目 為什麼呢 最好的信息 是什麼信息 最好的信息都是自己總結的信息 養成這種習慣非常的好,因為 所有的獨立思考 所有的獨立思考都來自於什麼 都來自於你對信息的掌握 一個不能掌握完整信息的人是無法獨立思考 所以呢洗腦工程最重要的環節是什麼 把你和外界隔離起來 把你和外界隔離起來,把你獲得的信息控制住 這是洗腦的基礎 所以獲得信息 獲取信息 是獨立思考的必要條件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想辦法 去建立自己 獲取外界信息的一個既有的渠道,穩定的渠道 然後穩定的去獲取各方面的信息 不被洗腦 這是第一步 先把這一步做好 然後當你慢慢的獲取越來越多,越來越可靠的信息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很難被洗腦 這個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問我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防止被洗腦 防止被洗腦先做第一步 就是獲取信息 就是你能夠把這篩選掉 就是 這個信息媒或這個媒體一看 最終發現 大外宣以後再也不看 很多人是什麼 經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常見的錯誤 第1個錯誤 就算是大外宣 也喜歡看 為什麼 翻牆的人最喜歡看大外宣 為什麼 因為調子差不多,你在國內習慣了那種國內的洗腦的調子 到海外 最喜歡看的就是大外宣 因為大外宣提供的信息 和牆內的信息 按通取款 就很像 你很容易接受 但是記住 很多人是 知道這是大外宣 我還是去看他 跟我不一樣,我是因為 作為一個 信息員我會 參考 但是你作為一個消費者,你還去看他 那就不是 不是你知不知道的問題 是你取向的問題 所以你要知道這是大外宣 以後一個字都不要看 記住 這個媒體一看 這是大外宣 有一個字都不看 能夠做到這一點 你才能夠把 把所有的 就是 輿論控制 掌握在自己手裡 這個很重要 情緒,剛才央視看完東京奧運會看不適 時時滾動觀眾留言讓我很氣憤 留言充斥著對東京奧運會的不屑和瞧不起 還有高漲的民主主義,總結起來就一句話,你沒我酷,我最牛 各種冷嘲樂諷 他們似乎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文化 似乎不願意成為世界平等的一員 除非讓他們來主導 也看不到他們對別人真誠的祝福 我問一句,你為什麼非得看 中央電視台轉播的呢 這個世界上那麼多電視台在轉播 你非得看央視嗎 這就是為什麼央視能夠幹壞事的原因 就是每一個去看他的節目 的人 觀點,江和胡溫 還是受到一點民主的熏陶 還有撈取明星的想法 而其就像拜登說的那樣,骨子裡一點民主都沒有 拜登眼光很毒辣 我不覺得江湖也有什麼民主的熏陶 他們都是共產黨 觀點,所謂紅色江山用2000萬人頭換來的 這句話本身就是對生命的漠視 這就是土匪 這是土匪 土匪的話 土匪才會這樣講話 觀點,今天在推特上看到一張圖片 是永溫縣動車事故後 國內多家 報紙的頭版都是在質疑草率的處理 我真的感慨 十年後的今天,國內的媒體自由度退化得太厲害 提問 我把河南水災的真相告訴男朋友 他卻說全世界都一樣,請問王老師我該怎麼反擊 我沒什麼反擊的,他是你男朋友 你反擊用 用榔頭也行,用斧子也行,你還怎麼反擊,怎麼反擊 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他說這個話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他的拒絕 所以 你自己考慮吧 情緒,王老師的直播一場不辣,我不僅自己聽,也錄給牆內有良知,希望獲得真相的親友 雖然為數寥寥無幾 長途旅行在島時差難以入睡 聽老師的節目 寄聊長夜漫漫,OK,謝謝 情緒,王老師好,很少有機會參加您的直播 但復播幾乎美氣不辣,感謝您的陪伴,謝謝 鳴謝 Helen,謝謝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再見之前,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做更好的自己 謝謝大家,謝謝